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支 北美狩獵俱樂部的終生恆人刀 這是一支八吋 八吋長的波皮鉤裂刀 這是它用光鮮亮麗的 這個要用頸部擦頸 這個頸部一定要先把這個灰塵都拍掉 因為這個空氣中 或是說你晃的地方 都難免有這個實音的例子 這個有印象的時候被壓到 你看這個側面有這個橫 這支是牙齒 這裡有 行嗎 這是工廠的地址 這個保證書 我教你有沒有磨刀 這支好小 看它放在箱子上 這個其實它都沒有實用 這只是放在箱子裡面 這 放很久了 它這個刀是 第一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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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這個刀跟上面有 第三行 有一個USA 第一行是 第一行是 Bear and the Sun 第二行是 J V-I-L-E J-I-P-S 其實它這個叫說什麼 它叫Jacksonville Jackso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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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拉巴馬的一個地方 第二行的最後兩個字叫AL 1點 這是阿拉巴馬 第三行是 USA 前後各有 兩個點 其實是兩個星 因為它比點還大 就是兩個星 它這個是 2000年的時候 是打十點 前後五點 每一年 過一年拿一點掉 所以它拿了八點 所以它是2008年 這個是熊遺址 T NASC NASC NASC就是 北美狩獵製造 那個 肺炎刀的 最後一門 後來 2008年以後 就全部在 中國大位置做 那個刀大概 變成一支大概 二十塊 在美國做的一支就要 幾十塊 超幾倍 這個 刀根這個看到 另外一面是沒有 這個刀是這樣 這個刀做的 很乾淨 這個 空氣中 都有這種 你看很乾淨 其實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 一般刀在工廠裡面 它就是這個 裸刀這樣 整匹 一下子幾十隻 一起跑 所以有時候它在檢查 到時候它在同時拿四五隻看 所以工廠又要 結醒時間 不可能 你想著 慢慢摸 工廠是很緊張 那這個 上面有一些輕微的 哇 可以用拋光劑 把它拋光 把它拋光 現在就 開始就緊張 把一些 繼續做的 保養 這個 這個敗手都有很多問題 所以這個影片中多適合 因為發覺很多人 從來都不做 他只是買 買 連這個 一些基本的保養 都可以做 然後 弄下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不是很嚴重 就是比較 清楚的這種 刮痕 就要用沙子 用沙子 大概用那個 酒或是三 酒或是三 通常這個 要讓拋光劑起作用 拋光劑有很多 會做 假設很髒的時候 他拋光劑有侵蝕作用 他要跟這個 髒液 起作用 要給他 這個 大概兩三分鐘 但你只是要拋光 因為拋光劑有研磨 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拋 你現在是要研磨 並不是要把這個髒液 去把 清潔 清潔掉 你當然你做越久 抛光劑有 抛光劑 側 就是 夜亮 對 你不是 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曉得 就是你要有 我自己是一個老師 很多事情 你學生發問的時候 你會學到這個 就是學生他會發問一些 很奇怪的問題 你沒有去想過 那就經由這個 新的問題 來獲得 這個 姐姐 同時你也 得到一些 成長是有點誇張 就是你 得到一些企劃 因為通常做老師 他都有相當的 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 他剛才有一些 剛才有一些 剛才有一些 花很難死 你現在不見 這邊也可以這樣做 因為時間很短 我可以這樣做 你很討厭 你不做 不用講 這隻刀其實 它是很乾淨的 你很少看到這個刀 我現在沒有給他找鏡 因為 你看 這個東西 你沒有必要做這個 但是它是拋成鏡 鏡很遠 這個刀片 它是斷光 它沒有 但是刀片在 要形成這個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種研磨 研磨 例如它岩石的刀片 它是有經過斷打的時候 表面是很粗 斷打是加熱 然後送到膜子裡面 然後用膜子 凹膜裡面 然後上面一個 吐膜 它要打下去 把它打成它要的形狀 這個是刀配 刀配的時候 然後再要研磨 所以你要把那些東西 沉入都把它 磨成統一的質感 這個結理 所以它 譬如說它原來的刷光痕 這個都要磨掉 它變得很細 但是你現在看不到什麼刮痕 其實你只要給它轉動 一定有刮痕 一定有刮痕 就是在前面的階段的時候 它可能會做斜冷磨 然後又做另外一個斜冷磨 然後做狠冷磨 看斜霧它的石怪 也有的它的指數磨從一個方向 我的話 我是會有不同的方向在磨 因為你要磨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有時候它磨一個方向 然後結構會比較緊緻 這個時候你要從另外一個方向 研磨 會比較 能夠得到進展 然後這個時候就看不出來 裡面有寫過45度角 這個其實是 因為你要很有經驗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很輕微的刮痕 想要在不曉得 以為這個刀上面都沒有刮痕 這個就是一種無知 無知的以為 我做了怎麼會刮痕 因為你這個刀是單一隻在做的 有時候是幾十隻 在一個盤子裡面這樣刮痕 那盤子裡面就會碰撞 硬的東西跟硬的東西碰撞 它就會有效刮痕 硬的東西跟軟的東西 也是不會留下光 因為軟的東西會吸收充值 所以你看那個齒輪 鋼跟鋼的齒輪很快就會磨損 但是鋼跟齒的齒輪就不會 它就可以耐很久了 最後還是會磨損 假如它的頻率很高的時候 所以你照很多那個胖部馬達 它在探 因為轉速太快 有一個是一兩萬轉 這時候就震動很厲害 所以很多有齒輪的東西 它最後都磨好掉 因為它一直震動一直震動 就像你手一直震動 你寧願關節磨損 最後那個齒輪 本來齒輪會咬住人 因為磨掉以後 它變咬不住人 變成那些突出來的那些突然 全部都被磨掉 所以它就失效 所以你必須要一個 譬如說一個改成用齒的陶齒 那一個用鋼 一個陶齒比這個鋼還堅硬 它就不會這麼快的模型 然後再來看 這個是 這個刀片是3.5吋 這個是4.5吋 4.5吋大概幾公公 大概11.5公公 我這個手是9公公 所以今天大概是2.5公公 所以這個是美國人的手的刀 但是你看它這個 你看這是刀 我剛才給你看 因為我用眼睛看 還是有看到一些很細小的畫 但是你這個 你這個攝影師看不出來 所以很多東西 你不要以為人在拍 你用照相機 就可以把什麼東西都拍出來 那個輔助發照 要你有那個能力拍得出來 照相機還要夠好 所以人的眼睛 比照相機還是厲害 你可以去搶 照相機有時候 可以拍出人眼睛看不到 這樣是沒錯 但是很多人看到的東西 照相機也拍不出來 好 就再下一個有點看 在一般來講 這個都算很乾淨 這個已經很不簡單 就乾淨 因為你看你要 它這個都是這個叫做 聚焦 所以聚焦 你才可能看得那麼清楚 對焦 好 現在給你看一下這個玻璃溝 它這個玻璃溝做成鏡面 所以你看這個玻璃溝 它的這個韌眼 就是鏡面 所以這個光看就知道 你看 你看 光看就知道這個 感覺到 它的風力 你看看這個地方 波提構的韌元線 就是在外面這一圈 這它是它的鞋邊 韌元的鞋邊 那這邊的韌元鞋邊是什麼 就是這個很窄的那個線 接下來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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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你看看 因為 那邊的瓜 這個是一個瓜崙的式子 所以 不看到瓜崙 就是可能性 这个是NH著名的标章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老鹰 它是陈艺术家 这个作品 谢谢 老鹰抓着一支猎枪跟一把弓跟两支箭 射箭的箭 你会看到老鹰 底下这边有个标带写Live Memo 所以这是忠贞会员 忠贞会员才有的 忠贞会员就是说你一次要缴好像是400多 400多份的你交给它 你就是忠贞会员 所以所有的质量都一直会变 那它这个刀怎么拿到 它这个忠贞会员的话 它就寄给你这个刀 那你不喜欢你把它退回去 你没退回去就表示你收了 收了的话你就要付钱 你看它这个 这个是牛骨 但是你看它完全没有牛骨的感觉 你看它这个都很亮 看那个 有那个琥珀的质感 它有一点臭 你看看这里 你看看这里 它是做成鹿角钩纹 但是其实你内行的人看 那这叫做不是真的鹿角 因为它还有枝械的恒金 你要看得懂才知道 一般钩纹它不会有这种间障 钩纹它有深度 而且它深度是一致 因为鹿在刮这个 岩石或者是树干的时候 它是这样一直刮一直刮 它不会刮起来 不会这样 这个是机器 机器在动的时候 它开到这边 它要起来 要离开 要不然的话就一直过去 所以会有这个 你看它有没有这种收口 这个线的收口 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鹿角的钩纹 或者是机械做的 有的做的可以乱生 我在最早的时候 我像这种有一些东西 我昏变不出来 我只要是问我一个老师 问我一个老师 慢慢慢慢 就全部都可以昏变出来 从来没有思议过 在某一段时间以后 所以你看它这个非常漂亮 这个刀利不利好 来看一下这个皮套 这皮套是一种 是假式 刀底 那讲这个刀 我终于问过 你看这个皮套 其实是很新 但是 在有的时候 拿来拿去的时候 它也会刮到 像这三个 这三个 因为这个刀很光明 所以 所以你刀要放进去 你一定要滑进去 一定要平行的 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擦 就是 对刀的性能不太了解 它都会这样擦进去 它不曉得都要这样平行的 它以为要像灰激一样 这样 不是 要这样 像蛇一样 像滑进去 你滑到这边 感觉没有障碍的时候 才滑进去 就这样 然后把它推 让它夹住 夹住它也不会掉 其实你用力它还是会掉 很用力的时候 但是这个是 这个你携带的是这样 所以最保险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有一条绳子 可以把它绑住 那条绳子是松紧带的话 你可以拉开 把刀拿出来 推出来 就是 底这个 这样推出来 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刮 这边还有刮 这边还有刮 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条绳子 所以它这边有两条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新的东西 但是你在 譬如说有时候要检查 或者是你放的时候 你要做保养 你看它这个在19 2008年 10年 10年的话你不可能放 你都不做 你看它这个 那这个 假如说你 好 有时候会这个 氧化 氧化的时候 可能就要处理 这个是在一个 这是在一个 专门在卖 这个 那个 大批的 大批花的 那个 一个朋友那边拿来 上去有人 看着这个 这个很漂亮 这种质感 跟那个 一般的鹿角牛骨饼 熊椅子的鹿角牛骨饼 不太一样 鹿角牛骨饼 它就像骨头 你看它这个东西很透 有没有 这个骨头 所以它这个不是行星的骨头 这个都是放一段时间 骨头会有异化的 这种趋势 它会慢慢慢慢 比较致命 因为它会收缩 那你要经过好的处理 要把里面的有机 那些容易腐败的东西 都要把它处理掉 要去夾热 然后侵蚀 这个东西它很染色 等等 它染这种 这个是一种 虎破色 其实这种是一种酒的原色 你看有没有很像 这个叫Burgundy Burgundy 所以刀是很漂亮 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来看看 这个也看过 这边有一个通气孔 不是破一个洞 我本来不知道 有人说它有没有收到 破一个洞的皮道 这个破一个洞 另外一边好好的 因为这个会空气流通 你只要把刀放在这里面 你大概放三个月 在台湾的话 它就生殊 为什么 它会产生 因为这个是涅合金 涅合金 比铜还硬 但是它里面有铜的成分 铜的成分 它就会氧化 就变氧化铜 氧化铜 最后变成碳酸铜 就变成绿色 就是我们讲的铜绿 铜绿就是生锈 没有铜绿就不是锈 只是氧化而已 氧化也不是说它氧化 今天氧化 马上就去做铜绿 你氧化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慢慢的就习惯 这个氧化的比较 光泽都没有了 那可能 再下去的话 它就会 可能会转换成铜绿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处理 所以你要定期 不是说现在一个礼拜去处理一次 而下次两个月处理一次 你要跟进你自己的环境 张三家里面在八楼 你家在地下室 这个处理的期间 绝对不一样 地下室比较潮湿 那在八楼 它比较没有那么长 水温比较 因为空气中 比较稀少 它的压力 气压也比较低 那么 所以你必须跟进你住的地方 跟你自己的个人习惯 跟你的能力 来决定你大概保养多少 譬如说你可以从两个月来看 两个月 诶 都很好 那你保养 下次可以来三个月 那你三个月去的时候 诶 发现这个氧化很严重 那你就不适合做三个月 就可能就要两个月 而且不同刀剂 会不一样 譬如说你的 都是骨饼 或是说都是鹿角 都是木头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你不能把这个刀 当做 把这个皮套 当做涂藏刀的地方 这个皮套 只是一个输重空气 所以你不输重 就是不带这个刀走的时候 你就不要进皮套 皮套只是像现在的给你看 看它尽力是这个样子 这个会不会太紧 这个是的 不是啦 就不是这样 那收藏的时候一定要分开 所以它在壳子里面 有的人会把它放到里面去 你把它放三个月 就这个 这个就产生同利 甚至咬死在皮套里面 因为你这个东西跟皮套接触 它就会起化学反应 那甚至假如说它生锈 它会污染到这个皮套 污染到皮套 所以这个皮套 只是一个输重攻击的资助 所以不是没事 不是要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是跟你观赏 看看这个进到里面是长什么样 然后又怎么样 并不是说它要进去里面睡觉 睡三个月 然后你再要看到 看到怎么样 再出来 再进去回去 再继续睡 所以不行 要分开 所以有很多人 像这盒子也有个丢掉 所以很多人皮套跟刀 可以这样展示 主要是这个 那有的人他们就不展示皮套 因为皮套本来就是这个 这个刀是主体 刀是主体 是展示这个刀而已 那个 因为皮套 它有一些条件 它刀的条件 比较没有那么严苛 所以皮套很多他们的收藏 就把它封起来 有没有办法干燥一下 就让它不要在有水混的环境中存放 但是刀它大部分都是比较硬的 像这个钢材这样 所以刀只要你把环境控制好 然后你有在监控它 它放两三百年就没有问题 两三千年也没有问题 只要你是一个稳定的 恒温的状态中 都可以 只是这自然的物质 它会败 它会败坏 因为它有寿命 骨头会久了 久了它也会慢慢变质 所以你必须要控制 不能有 空气中有一些什么 不能有蟲 灰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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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來灰灰 怎麼有動物出來 這個是真的化人果 你看它這邊有紙形切根 你看它這個在餅端這邊第一個 跟這個餅的前端 它是第一個放獅子的地方 第二個放這個中子 剩下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是三轉 一 二 三 可以測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找到這個 那這個是 光律溫律 我們現在有試驗這個玻璃溝 玻璃溝可以這樣試驗 通常玻璃溝都必須 因為這個研磨不太好用 它必須要特殊的工具 你看 這個刀是沒有風力 光這樣你就值得收藏 因為它沒有給它喬 因為它沒有給它喬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把它割開來 我並沒有說 你看這個玻璃溝 你看這個玻璃溝 這個地方 這個刀也是做成鏡面 看起來很 對 那個 這個 那某人家也是 相當厲害 我們這個哪個雄椅子當然搞得搞不得 我第一次看到磨成這樣 是不是 某個師傅自己特別在製作 因為它沒有必要去做鏡面 斜面就好 我們刃圓給它磨 就像這樣 它現在的刃圓線有 但是它的刃圓的斜邊 它是還是機械圓 就是並沒有做鏡面 鏡面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你這個刀要在縫裡面就做很鏡面 鏡面的話它摩擦的力量就幾乎沒有 就很圓滑 割過去的時候就很圓滑 你看我剛才割的時候並不是很順 所以它並不是說 它只是 有研磨大概五秒鐘這樣 一面 因為我到工廠去過 它們就是這樣子 它磨的這個是一個 胎材 不是一個 那個 男的機師 工廠裡面很多都是女工 他們很多大家做到退休 做到死了 有做到七八十台做 沒有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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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日本人還厲害 他們會一直做 有的時候像家人一樣 你這次繞再看一下 再給你看最後一次 它也會鈍 你看 腳都對 因為它這個紙的比較軟 好 那麼這次繞 就要來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